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初歌学投资》,我是李国庆 新业务价值是分析受险股其中一项重要指标 新业务价值可以反映受险公司的盈利能力 预示新保单带来的潜在利润 受险公司的保单有效期长 保单的利润要分几年入账 为了确实反映受险公司的实际价值 每当公司签了新保单 投资者就会在保单到期前 将往后各年的应摊占利润截算为现价 计算出受险公司整体保单的估值 而这个估值就是新业务价值 以股价构成压力 例如新华保险公布的2019上半年新业务价值 按年倒退了9% 就拖累股价在日日大跌超过7% 总结而言 新业务价值是受险公司盈利能力的关键指标 新业务价值增长愈快 代表盈利能力愈强 对股价也愈有利 并且并且并 somewhat建计